大家好,我是拖枪式神,今天是2023年1月20日,星期一,新年快乐 那么美国加州每年有数百甚至上千的新法律生效 这些法律有的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13条在2023年生效的加州新法律 第一条Jaywalking,乱穿马路不再违法了 法律发起人叫做Phil Ting,是一个三番式的华裔的立法委员 之前我们一般过马路都要走那个人性横道,就是斑马线 如果你要不用那个斑马线乱穿马路的话,可以被开罚单 那么这个新法律生效以后,警察不可以给乱穿马路的人开罚单了 除非他穿过马路的时候,有和车辆碰撞的危险 那么讲白一点就是说是,如果你看着没车,你就随便过马路 你被车撞了,你活该,你开车没有看到这个人乱穿马路 你把他撞,你也活该 我马上买了一个行驶记录仪,免得以后突然有人从我的车前面窜出来的话 碰瓷也好,还是就是乱穿马路也好,免得解释不清楚 那么我也建议大家都买一个,购买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 那么大家还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是华裔的立法者靠自己的外表 骗取华人的信任,还有选票 但是华裔政客里面没几个好东西 这个filting是其中之一 以后我会做一些视频盘点一些那种表里不一的华裔政客 还有他们那些恶心的所作所为 第二条新法律是最低工资 加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15元美金一小时 然后会涨到15块五毛钱 那么波及到所有企业,如果你有25员工以上的话 你都要付15块五毛钱 疫情后,其实很多连锁店已经将最低工资升到法定工资的以上 你才可以有这个竞争力去招到人,才可以来你公司上班 星巴克我听过最高的是26块钱美金一小时 那么我们这里最新开那个in&l那个汉堡连锁店的话 他招聘写的是18块钱一小时 在2023年呢,消费者都会感觉到以后的物价会继续上涨 我们一定要多谢加州民主党的亲民的立法 还有他们的政策 第三条立法就是说加州六个郡县被要求设立精神疾病福利项目 接受精神病患者 这个新法律规定法官可以强制一些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 加州六个郡县要准备好医疗资源去接纳这些精神病患者 目的是将一些精神病患者从街上面清除 如果他们是街头露宿的那些街友要把他们从街上面送到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 而且法官可以在家属的要求下强制 那么这个法律是2023年的10月份生效 所有的郡县要求在2024年的12月开始接受患者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所有的这些福利政策都是加州纳税人的钱 第四条是住房 那么政府将鼓励用荒废还有没落的一些商业地区 把他们改建成为民用住宅地区 那只要你开发的住宅 你有15%可以被定义成为经济住房的话 就会不鼓励还有加速你批准这个开发项目 发起人是欧克兰的一个民主党议员 这个法律会在2023年的7月1日生效 第五条 躲胎 Nurse Practitioner 也就是医疗职业护士 会被允许在没有医生的监督下 可以在第一认诚期为妇女进行堕胎的手术 那么Nurse Practitioner 他们不是医生 他们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一些护士 有的可以替代医生开药 还有进行一些平时只有医生才可以做的医疗服务 毫无例外 这个提案也是一个民主党议员提案的 第六条 2023年生效的法律是 枪械制造商可以被诉讼了 那么这个新的法律 允许加州居民对制造贩卖非法枪械的制造商 或者店提出民事诉讼 获取赔偿 制造商或者店 如果生产任何攻击性武器 甚至零件 幽灵枪 都可以被加州居民提出民事诉讼来索赔 这个法律 他们计划在7月1日生效 如果一个人酒驾 他开一个丰田 你可不可以告丰田 责任是在工具 还是在个人 这个就模糊不清了 但是在这种加州这种进枪 这个风气下面呢 说是他们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了枪上面 而且把所有的错都归到了合法的枪械运用者身上 这就是加州立法奇葩的地方 他们永远占一个道德制高点 然后道德绑架别人 然后就出这些匪夷所思的法律 如果有人被刀子捅了 你就可以告那个卖刀子给你那个店 如果说是有人被一个扳手打伤了 你可以去告Home Depot 实在难讲 第七条法律是 除非你是谋杀绑架或者强奸 或者犯了任何性犯罪的话 其他的犯罪记录 不会再将对大众开放 罪犯服刑以后 犯罪记录会被记录在案 但是会对大众屏蔽 也就是说是以后你要找个租客 或者请个员工的话 他们以前的犯罪记录 你就查不到了 除非他们犯的是一些重罪 然后那些小偷小摸 坑本拐骗之类的事情 就查不到了 这个法律在7月1日生效 第八条 新冠虚假信息传播罪 如果加州有医生 传播不正确的新冠信息 或者质疑那个疫苗的有效性的话 会被惩罚或者吊销牌照 新法允许 加州医疗部 可以对这些医生 以非专业操守的这项罪名 来进行调查和处罚 那么法律发起者是Evan Lowe 是盛河系的一个民主党的华裔立法者 又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华裔政客 以后我会仔细谈谈这个人的 他的所作所为 还有他以前立法的记录 医生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那么现在他们对新冠的评论 就算以他们的专业知识 来进行评论都不可以了 只要你说错了 或者说是你质疑 有关新冠的任何信息的话 你都有可能被吊销 你的行医执照 怎么越来越像朝鲜 第九条加州性法律 闲逛游荡 loitering 是不可以被逮捕或处罚了 那么这个法律 取缔了1995年加州的立法 禁止有人在公共场合游荡 或者意图卖淫的行为 那么立法者是三藩市的 民主党议员Scott Wiener 发起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同性恋或者跨性别者 在穿着上不被执法人员 歧视还有骚扰 也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平时 在一些红灯区看到一些 在马路上穿梭的那些 性工作者的话 以后就会越来越多 而且没有任何执法人员 可以去逮捕或者盘问了 就是因为同性别群体 或者跨性别群体 他们有的是穿着比较夸张 为了防止他们被歧视 所以说是所有的人 都不可以被盘问 好 理解 第十条法律 皮草禁令 那么在加州在2023年开始 不允许制造或者贩卖新的 动物皮草产品 比如说是新的刁皮大衣 你就不可以进口 也不可以贩卖了 旧的还可以 就是二手的还可以 这个法律也不包括人造皮革 然后牛皮 还有整片那个鹿皮 或者羊皮 那么发起人是洛杉矶的 一个民主党议员 这些法律清一色的都是民主党 那么共和党议员都消失了吗 共和党议员在加州 好像口笼蛋一样 很稀有 我怎么根本不存在 有意思 有意思 第十一条 薪水透明法 那么在加州的企业 如果你的企业里面 超过了15名员工的话 你在张贴一些招聘通告的时候 你要告知这个招聘职位的薪水的上限和下限 你在你的招聘广告上面 你要标明最多你能赚多少钱 最少你能赚多少钱 那么提出这个立法的人呢 又是一个Santa Barbara的一个民主党议员 出台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有色人种的利益 而且缩小薪资差距 你 算了大家自己想吧 我也不评论了 第十二条 那么在政府工作的华人 在新年的时候就有福乐 又是那个Evan Lowe 在San Jose那个华裔的立法者 他说是 如果你在加州州政府上班的话 在中国新年的时候 或者任何人想去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话 你可以请假休息一天 只限于州政府公务员而已 不是所有的华人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只是政府公务人员可以请假 你是私企的或者其他的话 那要看你公司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立法真的嫌的蛋疼 真的蛋疼 那么以后 那么所有的这个主义的所有的新年 或者任何的大型的节日 你是不是都要让他们请假一天呢 这些人啊 真的还是蛋疼 真的蛋疼 第十三条 今年生效的法律是 不准警察用被强暴受害者的DAA证物 用在其他的刑事侦查上 就是说是你从被害人身上收集到的DAA的证据呢 只可以在用在证明同一个案件的施暴者的身份身上 你就不可以说是把这个证物就是用到控诉其他案件上面 如果这个施暴者施暴了很多次 或者说是他在不同的地方作案 你的这个证物只能够证明他是谁 而且只能说是在指控他这个案件上面 那么其他的 你就不可以把这个证据给另外一个检察官 让他去起诉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犯的案子 相同类型的案子 或者说是利用他的DAA的这个资料 去起诉他任何其他的罪名 这个人的立法者是Scott Weiner 他当年最出名的一个立法 就是说是把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处罚 从重罪减到了轻罪 他还有一系列这种荒谬的立法的经历 但是他在三番市很吃香 很多人投他票 以上呢就是13条加州2023年生效的新法律 那么大家听了以后 你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那么加州现在的政治环境是什么 这些政客的意图何在 他们到底要些什么 他们到底要帮些什么 加州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 他们那些法律要多无聊 有多无聊 要有多不要脸 就有多不要脸 要有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 他们除了跟你要钱发福利拉选票 就没有什么他们愿意干的事 灰暗的讲一句 我觉得2023年在加州 绝对不会比2022年好 那么加州的朋友们请保重 再次跟大家祝福 新年快乐 但是说是我给大家带来的 并不是些什么好的立法 或者什么好的消息 好 那么今天的话题 我就讲到这里 我是图江世神 我们下次见